我有水简单来说就是储存或者是流动在河道下方的地下水 来一高中 来一国小及古楼国小学生担任解说员 以戏剧及故事的方式述说二封寸的由来 地理位置 历史脉络及其功成智慧 这是皮诺县政府举办的二封寸特色课程发表会 参与的学校结合各学习领域 深化发展二封寸校本课程 让学生了解饮水思源永续利用的重要性 没有水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用二封寸的水去用 然后我们之前去参加科展的时候 也是用二封寸的水去做项目 然后我对二封寸的印象是 它的水永远都不会停 然后每天经过的时候 都可以听到它的水流声 那个课程里面 老师有跟我们介绍了一些像 哺流水的一些相关的概念啊 这个模型 对 他也有拿出来跟我们介绍 那我们的话就是看着这些模型 然后老师也有带我们去实地去走一下 去看一下那个进水塔 然后也有带我们去看一些就是古楼那边接管线的 还有一些井 或者是分水工 还有鸟居信品之前的那个住所之类的 我们都有去参观到 平农县政府积极发展二封寸邻近学校校本课程 并透过户外看索 家乡绘本导读 戏剧展演 自主学习 与成果发表等多元教学方式 培养学生节约用水与爱护环境的素养能力 让更多人体会二封寸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这样的一个工法真的是要让我们全世界 或是在几个极枯汗缺水的地方 以后水质源争取的利用 能够运用让它源源不绝的 来自大自然的水源 不用再找紧走水库 甚至水质源的浪费 那让我们水政单位来反思 过去的工法跟现在的工法 既环保又永续的 我相信这是二封寸 作为地方政府我们更责乎唐代 要把二封寸从集水井 或是燕堤等等复原以外 也要把这个工法公布一试 在成果发表会上 屏東县户外教育与海洋教育中心及海滨国小创客团队 运用3D雷雕技术研发设计二封寸地下燕堤模型 由县长潘蒙安体验组装乐趣 县福表示 教育处已汇集相关特色课程教案 完成二封寸特色课程方案汇整手册 及学生学习手册编辑作业 将于新学年度鼓励各校运用手册内容 进行校外教学 促使学科知识有效连结二封寸历史文化与自然科学 扩增二封寸的教育效益与亮点 记者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中